这段时间一直在给大家去说马蹄莲 好多话有说 你去年不是种了一颗马蹄莲吗 它开花了没 你看就这一颗 花盆是原来的花盆 球还是原来的球 颜色还是原来的颜色 一点没有动 它在休眠了以后 我就没管它停止浇水 到了春天温度回升了 我就开始浇水了 浇水以后就长到现在 现在已经进入夏季了 它刚刚开始开花 所以说马蹄莲在夏季是可以种的 只要球带着花园你都可以种 那么马蹄莲它什么时候休眠呢 一般情况下在我这儿就是冬季休眠 就是秋季末晚的时候 温度逐渐的降低 即使我浇水它也不长了 叶片就会枯萎 如果说看着叶片发黄 枯萎的比较严重的时候 这个时候停止浇水 它整个株的叶片就会全部枯萎回去 这个时候停止浇水 放到渐光的位置 等到春天温度回升了 你就可以浇水了 浇水长长以后 在夏季就能够开花 当然您在夏季去买那个进口的球 在栽上也是能够开花的 而且我这个在夏季是一直开的 一直开到秋季 只是说温度低了它才会 开完花以后 它的叶片会带着正常的生长 所以说不要害怕 它不会死掉 您只要按照小区说的方法去养货就行了 它的养货很简单 看着它长出叶子来了 开花了 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别缺光 它是洗光的植物 发到室内烟的环境中 叶片越长越细 一个花也不出来 而且叶片会发黄破位 我们浇水的话 一般土干下去一两公分 或者是我们球一般埋到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看着土干到这个位置 我们直接给它浇水就行了 肥料的话要定期的使用 一个月一次就行了 用花多多二号 有肥料 铺上表面撒点环式肥 这样定期给它使用肥料 花多多二号 它就能够快速生长 它是一种高龄的肥 而且带着甲 所以说根茎也能够长 一年球越长越大 花越开越多 到时候枯萎了 你不需要换粉 你想换粉也可以换个大一点的 但是我这个比去年稍微大了一点 但是能够年年开花 喜欢养的话可以养一下马蹄莲 不会养的可以按照小秦说的话去养 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秦点个赞 点关注带走